指揮中心證實 台灣分配到20萬劑的AZ疫苗 如果2月底到貨 3月就可以接種 終於等到疫苗 但台灣分配到的AZ疫苗 卻傳出南非宣布 暫停AZ疫苗的接種計畫 因為南非政府認為 AZ疫苗對於南非的變種病毒株 只有最低程度的保護力 換句話說 疫苗施打恐怕效果有限 到底它的實際有效沒效 包括先前大家提到65歲以上 適不適合使用AZ疫苗等等 這時候會有 陸陸續續會有越來越多的資料 被揭露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參考 國內專家擔心 台灣接種的效果可能也不OK 我們的抗體會把 那個疫苗裡面的這種成分 會把它弄回掉 黃高斌指出AZ疫苗 是以腺病毒作為載體 南非地區的腺病毒感染率 超過八成 因此產生抗體 導致疫苗施打後的保護力變差 同理台灣的腺病毒感染率 也超過七成 疫苗很可能沒有效 那如果真的低到 我真的說可以等於是 等於是很各位數字 那我覺得這真的沒有所謂的必要 疫苗都還沒進來 就傳出效果恐怕不太理想 南非甚至停打 民眾也說 畢竟打了如果沒用 防護力太低 恐怕也會影響到施打意願 請參觀二家景城台中采訪報導